放红色的段子又拔 大头发的皮颈又拔 奇怪也又拔 就这 就这 这个本子 几根皮筋再加一个喜欢 就能弹出不容折 不就行 不太会简单了吧 不行 我也得来试一试 小天小天 小雨小雨 你们相不相信 我能用这些样东西 做一个骨针出来 骨针 不不行 这怎么可能啊 我不但能用它做骨针 我还能用它 当雇佣者呢 不是吧 小伙伴们 接下来我就要挑战一个三样材料 来做一个 可以当雇佣者的骨针 因为我家里没有本子了 咱们就用这本阿帅来代替吧 研究一下刚才的视频 这个系络应该是要斜着放的 而且每根皮筋和皮筋之间的距离 应该是等长的 现在我来把距离给画一下 这就会跟皮筋和倒数 第二根皮筋之间的距离 比前面的都要长 所以咱们也画长一点 再来把管子鞋子放上去 给你这种胶枪固定一下 这样管子就不会乱跑啦 现在来套上皮筋 按照我们画好的线 固定好 最后九尼二五之力 小伙伴们 这个皮筋终于已经有强的套上去了 咱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它到底能不能弹出好听的声音 我要开始咯 怎么样 小伙伴们 这声音是不是美妙极了呀 其实刚才 我就骗大家的 这个是配音了 原声是这样的 奇怪了 怎么完全不像视频的声音啊 我弹出来的一点都不好听啊 钱 我就知道你肯定走不出来 你就是做乐器嘛 你来听过这个视频 如何用一毛钱的发夹演奏孤勇者 太无缚了吧 发夹竟然也能做乐器啊 你皮筋做骨质才的一股 那咱们先试试不就知道了 小伙伴们 视频同款证给你们搞来了 六根钢琴阿姨的背齐了 现在咱们按照视频上的 给它来摆一下 依次从最短到最长 小伙伴们 我已经搞定了 不过怎么看来 有个像是一个乐器 倒是有点像考穿了 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它到底能不能弹孤勇者 来吧 请开始你的表演 哇 这声音真的是妙在妙在啊 好听极了 柠檬圆觉得怎么样了 如果是你把原声放出来啊 给大家听听 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 其实整相是这样的 这种乐器真的是太难了 怎么办呢 不知道为什么会失败呢 这种乐器是一样的